首先呢為什麼講報仇是真 丁燒是假 因為我可以在這邊呢 直接跟各位講一件這個 這個很坦白的事情喔 沒有什麼製作單位或者是節目喔 我跟你講這跟哪一台沒有關係啦 絕對不會喔 絕對不可能有一個什麼新華社記者喔 可以跑來對於節目內容指手畫腳的啦 我可以說這件事情呢 荒唐嘛 總而言之是假的 但不管啦 我們今天不是要討論他到底是真是假 我們要討論的是民進黨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很顯而易見的說一個新華社的記者 好像叫什麼趙博 那第一時間呢連自由時報連很多媒體 就寫這篇報導的自由時報 都以為這個趙博是個男的 就趙博是女的 所以各位你聽懂了嗎 因為他們在做那張AI圖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那張AI圖啦 有點意思 你看啊這個寫的很好笑 這是祖國點的菜 OK OK 你看這是祖國點的菜 中國新華社駐台記者參與 要國台辦要求 啊 一位資深媒體人啊 我跟各位講好不好 我直接 等下再講這個好了啊 咳咳 我們來看原文報導 自由時報 我們今天慢慢講啦 就這件事有點意思 誰啊 這是誰 哦 拜託一下好不好 你也比較好心 我就這張圖 啊 你看喔 這個寫的很清楚 這是AI合成圖 所以你AI在合成的時候呢 可以很清楚的指定說 你要男的女的 然後面的畫面場景是怎麼樣子 所以很顯然的 我跟你講 AI到輸入 就你不能說 輸隨便輸入一個 你一定是輸入說 一名 中年男性 然後輸著油頭 穿著五星旗的外套 在攝影棚內盯著台上的幾個來賓 而他前方 你懂嗎 這是AI在輸入的 哦 所以等於就是說 自由時報在做這張 AI圖的時候 輸入的時候 他就以為趙博是個男的 他們就把趙博以男性的資料輸入進去 所以生成出來的AI圖就是男性 所以這代表兩件事情嘛 他們一個媒體哦 在爆料的時候 他連趙博是男的是女的都不知道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這個消息來源的真假 我不怪媒體 然後各位 我不怪自由時報 因為自由時報是被喂的 就是有人提供自由時報這個消息 其實不只提供自由時報 我跟各位講 這消息到處滿天飛了 就是說這個消息在我們業界已經兜售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但沒有人願意買 沒有人願意買嘛 沒有人願意收啦 也不能說買啦 但最後自由時報收了嘛 然後處理這個新聞了嘛 所以他的sauce哦 這個新聞的來源 他是一個包裹式的 就是這個sauce提供一個包裹式的來源 然後這個包裹式的來源 剛好教我自由時報來處理嘛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嘛 他處理完之後 因為他們只拿到了 劇情跟姓名 所以他們也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是真是假的 他就把這個東西做為一個AI圖 然後因為這樣比較擬真嘛 然後輸出 如果沒有這張AI圖這個新聞 就看起來很像掰故事嘛 所以他製作一張AI圖然後輸出 但是他那時候連自由時報都以為趙伯是男的 但你現在去問他 他一定會跟你講 沒有我們那只是示意圖而已 我們很清楚知道趙伯是女的 他一定會這樣子凹嘛 可是趙伯是一個女的嘛 趙伯長這樣子啦 我拜託一下 趙伯長這樣子 他不是長那樣子 他是女的啦 OK所以男女基本上也搞錯了啦 好靠好不好 那我不想聊那麼多啦 我直接跟各位講嘛 為什麼說報仇是真 因為這個東西是 我們國安單位 各位我要講重點喔 我們國安單位丟出來的消息嘛 對不對 那我不管說這個消息是真是假 我們國安單位丟出來這個消息 然後要兜售這個消息 但是因為東西實在太薄了 所以我們整個業界沒有人願意吃這一單 就自由時報說好吧 那我就幫你個忙吃你這一單 放這個新聞出來 因為要有人處理嘛 放這個新聞出來之後呢 然後民進黨的立委在開記者會嘛 對不對 那民進黨立委開記者會 你仔細注意看看喔 我們看昨天的記者會 我們看昨天的記者會 來 我覺得這張圖喔 也是有點妙 嗯 來就是這一張 這昨天的記者會 這昨天的記者會 各位仔細看成員有誰 沈柏洋 這是賴清的頭號大弟子嘛 林楚音 新潮流的嘛 他老公梁文傑嘛 陸委會副主委嘛 吳思瑤 新潮流的嘛 然後唯一一個不太愛講話的是誰 莊瑞雄嘛 所以我們把莊瑞雄切開來 你看莊瑞雄的反應跟他們的反應不一樣 莊瑞雄在華之一的手機 這三個人都有一個共通點叫什麼 賴系嘛 都是 這個是賴系啦 這兩個是新潮流 啊 就是泛新潮流系統 都是特定的一個族群嘛 而且這三個人有共通點嘛 都傻傻的 人家叫什麼叫他們幹嘛就幹嘛嘛 啊 那莊瑞雄是這隻老狐狸嘛 那這三個四個二任子嘛 二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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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莊瑞雄是陰系嘛 所以找了一個陰系來衝淡新潮流的色彩 可是莊瑞雄本人呢 他本人又不太發言 所以你昨天你的新聞上 你都沒有注意到莊瑞雄這個人 對不對 都是林楚音在按尖叫機 吳思瑤在匹配狗 沈伯良在講 對不對 那這時候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沒有人要收的消息被收了 一兜售之後馬上召開記者會 但他雖然討論的是NCC 我跟各位講吳 醉翁之意不在酒 重點其實不是NCC啦 因為卓榮泰也搞錯了 卓榮泰昨天說 代表NCC的重要性 可是這件事情的主管機關不是NCC 這件事情的主管機關是國安單位 陸委會跟文化部 我再講一次 這件事情的主管機關是國安單位 陸委會跟文化部 所以跟NCC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沈伯良講一句話 講錯了 沈伯良說 我兩個多月前就知道了 我再講一次 沈伯良說 我兩個多月前就知道了 好那這時候各位問題出現了 我們講喔 他們說 監控喔 小軍台灣喔 他在上廖小軍的節目 他們說喔 這傢伙可以監控政論節目 這土豹子可以監控政論節目 對不對 但你知道這個土豹子什麼時候走的嗎 這個土豹子是一個多月前走的 那這個土豹子為什麼要走 因為輪調結束 所以各位你這樣時間去兜上了嗎 他一個多月走 輪調結束 等於所以他一走之後 國安單位馬上要放這個消息說 有人監控政論節目 這叫做死無對政 那這時候兩個問題出現啊 如果沈伯良兩個多月前就知道 沈伯良說他兩個多月前就知道了嘛 那一個多月前怎麼會放他走 那一個多月前為什麼會放他走 沈伯良說兩個多月前就知道 那應該是馬上會通報陸委會 文化部 國安單位 然後馬上限定稽查人贓巨貨嘛 把這個趙伯給壓了嘛 把遣返出境嘛 對不對 怎麼會是讓他回去之後死無對政 對不對 因為我們講丁騷是很嚴重的 那個劇情描述的很細節喔 說跑到電視台早上裡面 然後去開會丁劇本 然後現場丁騷要求來賓要講什麼 不能講什麼 對不對 那你兩個多月前就知道 你應該要辦啊 你如果沈伯良痴情不報 你知道這叫什麼嗎 你就是第五中隊代表 那我們陸委會也很奇怪說他掌握這件事情 然後陸委會會放他走 放他輪掉回家 他一個多月前才走的 那你們大家都說早知道了 然後結果沒有人要處理這件事情 各位你覺得有這個可能性嗎 好不好 這是第二件事情 反正喔我講一個點啊 至少我本人喔 是沒有看過這個土報紙的 他如果要跟我講指指點點喔 一巴掌給他下去啦好不好 沒得跟他客氣的啦 誰理你啊 土報紙誰理你啊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吃臉水 吃臉水 汗氣 吃臉水 吃臉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